谁都不能阻止我 不仅星剑魔剑都在我的手中 我才是天命之人 这是本剧的最终决战 也是任千行最高光的时刻 只见任千行双手举起星剑和魔剑 两把神兵力气立刻发生强烈反应 紧接着任千行用力一拍 竟是将星剑和魔剑合二为一 变成了完整的零双剑 剑身恢复成以前的白色 无论是杀伐之力还是恢复能力 都要胜过单独的星剑或者魔剑 这让任千行解除了走火入魔的状态 突破到了一个更加恐怖的层次 绝世高手关玉天在死前 将全身的功力和精血注入魔剑 再加上任千行的帮助 导致魔剑压过了星剑 让凌双剑的杀伤力变得更加可怕 手持凌双剑的人千行自认为天下无敌 放言要给燕藏封一个痛快 让天下人都沉浮在他的脚下 隐藏大佬剑影站了出来 放言要杀了任千行 让任千行恼怒不已 斥责剑影尽敢背叛一塌 可剑影却告诉任千行 他是剑神后裔一族 不会为任何人效力 也不会帮助任何人 他的职责是匡扶天道 既是使命也是天术 若是有人胆敢危害天下 那么他就要替天道出手 斩妖出魔维护正义 眼见人千行冥完不灵 剑影没有废话用出的四项射日剑 四项射日剑在八方射日弓的配合下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任千行 更是出现三大神兽的虚影 任千行剑状不敢大意 挥动手中的凌双剑 将三只神剑成功挡下 剑影不愧是本剧的战力天花板 竟然用四项射日剑击败了人千行 要知道这个状态的人千行 就算是燕藏风完全领悟电神怒 也不一定敌得过他 剑影轻松解决人千行后 将生死期宝藏交给了燕藏风 随后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去 净显绝世高手的风范 反观人千行则是一脸落寞 埋怨着上天对他不公 平头哥逍遥狼剑状顿时勇猛了起来 叫嚣着要与人千行一绝高下 人千行 你起来 你像个男子汉一点 我要堂堂正正杀了你 替我师父报仇 逍遥狼的一句堂堂正正 差点没把七叶给笑岔气 刚才人千行大发神威的时候 逍遥狼只敢动口不敢动手 现在人千行被剑影击败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战斗力 逍遥狼跳出来要一绝高下 纯粹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言归正传 人千行根本没有理会大放豪言的逍遥狼 而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讽刺起了燕藏风 燕藏风 我终究还是赢你一点 你什么意思 我可以给你一只同命鸳鸯 而你 只能孤独地活下去 你 住手 逍遥狼准备杀了人千行之际 大难未死的刘依依到来 让人千行和燕藏风欣喜若狂 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依依当即告诉燕藏风 他当初被鸟如神打落河中 最终被阿宝和赛化陀所救 赛化陀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让他躲在暗中不要现身 现在鸟如神已死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赛化陀要逍遥狼杀了人千行 替九中仙报仇 却被圣母亲发作的刘依依阻止 刘依依认为人千行之所以走上歧途 都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导致人千行被全力蒙蔽了双眼 他的内心其实也是善良的 他愿意代替众人原谅人千行 让人千行喜心革面重回正当 人千行被刘依依的话语所感动 又刚刚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 刹时间醒悟了过来 一旁的燕藏风十分的欣慰 出言劝解起了逍遥狼 在燕藏风和刘依依两大圣母的劝说下 逍遥狼只好掩其息骨放下长鞭 不再找人千行报仇 任千行被众人的大度所感动 答应刘依依会重新做人 他来到燕藏风的面前 真诚地向燕藏风道歉 并且祝福起了燕藏风和刘依依 与燕藏风来了一个兄弟的拥抱 随后人千行离开了静应湖 准备行侠仗义匡扶正当 弥补自己以前犯下的罪命 赛化陀则是纳闷了起来 燕藏风赢得了生死棋 可是却不知宝藏究竟在何处 谁知赛化陀的话音刚落 黑白两色的帅棋突然裂开 外表包裹的石皮脱落 露出了两尊黄金打造的惊象 显然这就是所谓的生死棋宝藏 无人云 忍者必有有 这是儒家的中心思想 看来当你帮殷顺天 打造生死棋的天机子 知道彼此无疑 便把殷顺天所有的黄金 打造成一颗凋析了 藏在静音湖底 进来放弃殷顺天的暴流无道 万无罪获在人心